来关注国际新闻 法国博朗峰的一座冰川发生部分融化后 一叠于1966年出版的印度报纸得以重见天日 令人惊叹的是 报纸保存得相当完好 据法国媒体7月13号报道 当地咖啡厅老板蒂莫泰莫丁 在博松冰川附近发现了这些旧报纸 有十几份出版日期是1966年1月20号至21号 报纸虽然有点皱 但保存得非常好 可以阅读 报纸中有印度国民先驱报和经济时报 其中一份报纸的头版标题为 印度首位女总理 内容为英迪拉甘地 当选印度女总理的报道 莫丁五年前成为法国东南部一家咖啡厅的老板 这家餐馆挨着博朗峰附近的博松冰川 约有45分钟的步行路程 博朗峰是西欧最高山峰 莫丁说他很幸运能发现这些报纸 因为它们被冰块覆盖了将近60年 随着冰川消退移动 一些物品正从博朗峰顶移动下来 他经常在冰川附近发现东西 媒体推测 这些报纸可能来自印度航空公司 名为甘城张家峰号的客机 这是一架波音707型客机 1966年1月24号飞行途中 由于与控制中心沟通不善 在博朗峰附近坠毁 机上117人全部遇难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